大家好,国五车国六车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这个大家伙 这个大家伙呢是我们车辆后面的处理器 相对于国五车型来说呢 它增加了一个颗粒捕捉器以及一个废气循环系统 它的英文说写呢是DPF 主要作用呢是帮我们减少尾气排放量 因为国六相对于国五排放量呢要求更高 同时呢它这个系统还涉及到一个重生的问题 相当于小车的机态一样 就等于你这套系统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 它里面的一些废物或者废气啊可能会进行一个成绩 到时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发动机整体的运行效率 然后呢我们就需要进行重生 来保证我们一个发动机整套的一个动力链的运行 好,今天的话就讲解到这里了 大家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可以在评论区评论一下哦 欢迎我这家干货没套路 欢迎我这家干货没套路